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教会 就是我们会讲说教会不参与政治 或者很多教会说政教分离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朋友的留言 是讲出了某一部分这些呼吁政教分离的这些教会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必要讨论的一件事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留言 看这个朋友是怎么说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们今天只是就是在这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他之前在我们讲说七山的那一个视频下面 他在这里讲说 问题是基督徒是否应该接受对七山的使命 你们可以说基督徒应该在各行各业 去产生积极的影响来荣耀神 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去夺回这个世代 来让基督徒来掌权 而是要将福音传给世人 让更多人得救 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 而不是用美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精神 来和谐基督徒去参与政治登顶山头 所以凡是从牧师嘴里说出来的 此山非彼山 无论再怎么引用圣经 体现圣经的价值观 都是我无法认同的 再来就是 就算大陆再怎么让世界讨厌 大陆的那一批基督徒照样为神发光发热 也许无需参与政治 也无法在体制内参与所谓的 在民主国家内的积极响应 也可以照样传福音 只是比海外没那么自由 所以海外的基督徒不要轻易 被似是而非的道理带偏 能抛开各种各样的教导 回到圣经纯纯翠翠 那才叫顺服圣灵 其实非常多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很多 很多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子 你什么都不要管 OK 政治是政治的 然后教会只要这样做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如果说你信耶稣 然后你相信圣灵 你相信耶稣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你的目的 不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 不是要改变这个世代 不是要让这个世代 变得更像圣经的生活方式的话 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社会的话 纯粹是心灵寄托 一个信仰在这个地方 一个宗教在这个地方 也就跟佛教 什么道教 那些东西一样 你就随便去跪一个东西就好 如果说我们这个世代是要变得更像耶稣的话 更走向基督 要我们活的这个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有义务 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 好 那上次还有朋友跟我们留言 就说七山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就在这再重新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七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教会来讲的 不是那个Wagner他们说 就是说七山我们指的到底是哪一些领域 说七山呢指的是七个方面 就是我们社会中有七个领域 一个是娱乐 一个是商界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媒体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家庭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 这个就是讲的七山 那大家一般呼吁呢 就是说基督徒 在这些各个领域里面的基督徒 你要用神的话语 然后活出基督教的价值观 去影响这些山头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教会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参与所谓的政治 对吧 谁在立法院里面吵架了 谁扔椅子了 谁扔拖鞋了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去在乎的一件事情 对吧 也不是应该我们去嘲笑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里面 根本就不应该占我们任何的时间 这些东西的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意的不是 那些所谓的政治上面的闹剧 我们在意的不是这些东西 那很多教会是觉醒了 大家说我们起来要真正的建造门徒 我们要真正开始在意这些事情 那我们你当然也说你可以忽略 或者是你可以不在意 就是我就做我的基督徒 然后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管 当然也是可以的 有太幽的基督徒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觉得说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听那个祷告会你就知道了 很多祷告会就真的 我们只要祷告就好 还有你听一堆那些祷告领袖说 凡事交给神凡事怎样怎样 但其实不是的 神是要跟我们一起同工的 诺亚方舟不是神做出来的 是神让诺亚 然后跟诺亚一起建造的 神让这些动物 然后什么什么的 他是跟着诺亚一起去做事的 不管是约书亚还是大卫 还是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人物 神都是跟人一起同工的一件事情 我们当基督徒就是要跟神一起同工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有圣经的价值观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你可以说不管政治方面的东西 像什么谁谁谁跟谁谁吵架 你看我们的新闻就知道 我们很多新闻没有报 像这一次的热气球在美国这个地方 我们就没有报那个东西 因为这个其实没办法改变我们太多的人生的方向 或者是价值观的建造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Tiree Nichols 就是一个黑人被警察打死 那个稿子我是写了一堆 大概写了大概一页半的这个稿子 然后我全部删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除了只是骂左派 然后说你看他们多双标 哈哈哈哈 没有任何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 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 做炎做光 我们就是有义务 要来让每一个人看清楚说 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 而且我们的确是要来去做掌权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掌权的话 权力就会被别人夺走 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那边说 特别像耶和华见证人那些 我们什么都不管什么什么什么 他隔壁就开一间堕胎诊所 就在那边杀人 我们什么都不管 他鞋对面就开一间吸毒所 你如果不关心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东西就会关心你 你可以不在乎政治 但是政治一定关心你 政治就是一群人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规范 如果说你不在乎的话 别人就会在乎你 别人就会来打压你 所以说当基督徒一定要在乎这些东西 一定要来控制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不控制的话 我们就会被别人拉走 对就是基督徒不掌权 掌权的一定基本上就是撒旦的人 对就像他讲到的 就是说基督徒到底要不要从政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你说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吧 我们每个人工作的领域都不一样 我相信我们那个观众里面 大家也都是从事各行各业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什么样的领域你可以去参加 或者什么样的工作你可以做 其实只要是不违反圣经价值观的职业 我们当然都可以做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一边又信制主 然后你又跑去做一个什么 那个跟色情行业有关 那肯定是不行 对吧 你做正常的行业 只要不违反圣经价值观的 其实都是可以做 那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竞选 可不可以竞选公职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的选择 那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或者是说这个参选的人 他真的就受到了神的护照 对吧 那一旦这个人要是被选上 他在工作岗位上面应该怎么做呢 你竞选公职 神护照你 把你选上了 你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吗 我一当官的 我就诶 多胎诊所 我赶紧批200万给多胎诊所 对吧 还是说你是为了党派的利益 就是共和党告诉我了 说这个这个 要我怎么怎么投票 我就是一定要跟着他们投 还是说你要顺应圣经的价值观 就举个例子 当然就是说堕胎方面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如果基督徒当选公职 那杀人流血的罪 就有机会得到缓解和变少 这个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城市中 要增加多胎诊所的数量 比如说我在施议会里面 人需要投票的 说我们要再引进两个 或者三个多胎诊所 那大家投票 说你同意不同意 基督徒就可以投上一个反对票 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 他凭什么要投反对票 如果大家全都在那里说 哦好好啊 因为如果这个项目进来的话 我们城市会增加多少税收 我们会加多少钱 他们会从那个方向去考虑 他们不会考虑说 这个是杀人流血的问题 那如果你市议会里面 都是基督徒的话 就说这不行啊 我们不能再让那个流血的 这个罪在我们这块地上 他就说不管大家 你们都投什么 我就是投反对票 对吧 我是基督徒 我不允许再杀人 那你说如果市政府 也说了 那大家开会 我们给这个堕胎诊所 拨款 我们再多加几百万的拨款 基督徒也是可以投上反对票啊 大家也都可以起草提案啊 对吧 我关闭我们城市里 所有的堕胎诊所 大家同不同意 所以你说这些事情 解出来的果子是什么 终止了你这个地的杀人吗 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 为什么在政府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在这个地方 例如像说宪法第二修正案 大家知道我是非常支持 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我觉得越多人有枪越好 越多人有枪来保护自己越好 最近刚通过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现在很多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人说什么 啊这是个巨大的胜利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法律里面 有规定说 你如果吸毒的话 你是不可以拥有枪支的 现在 他说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法官说 这违背宪法第二修正案啊 对不对 那吸毒的人 现在也应该要可以拥有枪支 好像在Oklahoma州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 你抽大麻的话 然后你有这个抽大麻的记录 你又被捕的话 你还是可以继续买枪 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纯粹的什么右派 或是什么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对 把这个东西给他们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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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 你就会知道毒品对一个人的影响 你就会知道说 他那样子的人有枪 适合吗 很多的法律 你是要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 你去看 你才会看得更清楚 才会可以正确的分辨对错 而不是说这个是共和党的东西 我就全部支持 这个是民主党的东西 我就全部支持 这个是代表右派的 我就全部支持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是非常需要一个 能够分辨是非的一个灵 而且特别是用圣经的价值观 来去分辨的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政治层面掌权 一定要在各个方面的层面 都要掌权 不然我们的社会就会被拉着走 如果你说一个很保守派的一个人 然后他不是基督徒 他就会被很多奇怪的东西拉着走 我们常听到什么 左派跟右派 其实都不是什么什么 我这点是完全同意的 基督徒就是要追随耶稣 就是要跟着圣经走 不是说什么跟着左派或者是右派 对 而且基督徒非常有义务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怎么去分辨对错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义务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有圣经 你知道神的话是什么 那很多人他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 对吧 就比如说你很多高材生也好 或者是很多政治人物也好 如果他没有信仰的话 没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自己最聪明了 那这种时候基督徒知道 就是说你这样支持这种东西是不对的 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这样说 如果要是一意孤行的话 到最后会导致非常不好的结果 这个朋友呢也在留言里面讲到说 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 就说那他们也不参与 也没有什么民主的那种选项 对吧 那他们也不参与政治 那人家传福音也传的挺好的呀 这话说我同意啊 因为你传不传福音 跟你参与政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不参与政治的话 你当然可以传福音的 这是两码事嘛 对吧 那传福音这件事没有什么门槛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去传福音 但是参与政治或者是投身竞选 是传福音 以及让人得益处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你说去从政 你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传福音 当然可以啊 因为你知道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是公众人物啊 他们有很多这种接受访问 或者是出席活动 讲话的这种机会 那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领域 对吧 用这些机会 用他们的生命去荣耀神 而且按照神的心意 去立法去投票 为老百姓服务 而且他们有那么多当中讲话的机会 他们当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传福音 为什么不可以 人家看到说 你这官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 你就说不是我 是神啊 是神在我身上制作我 制作我的生命 我才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 那他后来呢 又在这里讲到说 什么叫做顺服圣灵 他的意思就是说 讲政治的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想要去改变社会的基督徒也好 其实这种东西是 似是而非的道理 他觉得说我们被这种东西带偏了 如果我们要是能抛开各种各样的 就比如说 你不管说美国的立国精神也好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纯粹的回到圣经里面 这个才叫顺服圣灵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那顺服圣灵这个东西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圣灵叫我们做什么事情 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 然后不同的看见的 那这些人就是特别喜欢批评别人的任务 你不觉得吗 那就是那些人就是特别说什么 啊你干嘛要出去宣教 啊你干嘛要去那个 我们就在这边待着好好的就好了 我们你干嘛要增加教会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人就只是眼中的良悟那种人 对我来说是这个样的 那对于我来讲 就是说这个顺服圣灵的东西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 我们接受到神的呼召 或者是你看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 只要他做这个东西不是违反圣经的 不是敌基督的 而且是符合圣经的走向 神的这个带领的 你就没有必要去批评别人嘛 或者没有必要去质疑别人嘛 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呼召 其实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不应该去谴责 或者质疑圣灵对其他人的带领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事工能存在 而且能够延续到今天 包括我跟Ethan和Persela 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通工 这就是神的呼召 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如果要是有跟我们 现实生活中比较亲近的人 你就会知道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而且我们顺服了圣灵带领的结果 我们其实并不是找不到工作的一群人 我们都年纪轻轻的 脑子也不笨 我们干啥找不到工作呀 对吧 但是不是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在世界上混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想要来做一个YouTube 然后想要当网红赚钱出名 然后靠这个钱去养家户口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自工作以来收入最低的时刻 而且这个收入是交了房租之后 所剩无几 那跟大家讲这个并不是说卖惨或者怎么怎么样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而且人接受了这个呼召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生命会出现翻转 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你说我不爱钱吗 我以前是个非常爱钱的人 我以前呢在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爱钱 而且我的人生的这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去追求钱财 而且我就想说 我什么时候实现财务自由了 我年纪情形我马上就退休 我就别的啥也不干了 那个时候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的方向 我相信在世界上的人很多 这都是一个人生的目标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就交了房租之后 我们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然后又要交什么健康保险 车保险乱七八糟 那剩下大概两三百块钱吧 可能就一个月吃饭钱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按照世界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是非常失败的 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啥也不干 天天不干正经事就干个这 一个月就剩下这么多点钱 对吧 你万一出个什么事 你都没有个应急的钱 这个在世界人观点来看 是非常失败的 但是我们不仅仅没有想要过放弃 去上个正常的班 而且我们每一天上班非常开心 而且我们被喜乐充满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我们疯了吗 我们那个自我陶醉吗 唯一的一个解释 就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带领 而且当我们回应了神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不是看现实的状况如何 而是要把眼睛定静在神的身上 而在我们的工作中呢 神也给我们放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护照 就是对神家里的人说话 对教会说话 对教会领袖说话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接受 加拿大一个牧师 先知性的这个预言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是有这样的护照 他也准确的把这个护照说出来 而且告诉我们说 你们就是要对基督徒讲话 你们就是要对教会讲话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 encourage大家一起勇敢的起来 而且真正的开始行动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护照 所以坚持神的护照 是非常喜乐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世界上的人 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东西 可能旁边人看来说 这真是奇怪啊 包括有的基督徒啊 也会这样觉得 说你们这是那个什么呀 失败呀 不知道我在干嘛 你们怎么不给神发光呢 不作烟作光呢 你们明明可以到世界上的领域 对吧 你们去干嘛干嘛 当个大官或者怎么样 干嘛就干这些事 没有什么正经事 但是没有办法选择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护照 对啊 这不包括是什么基督徒啊 就我妈 看我每次那个收入啊 这样就说 哎你怎样 你两个孩子啊 你到底在干嘛呀 尤其家里人会不理解 会更多一点 你现在房贷啊 然后什么 你这个车贷啊 各个方面 你每天在干什么 弄个什么 那个基督教 真的大家去教会 都只是那个 每天在那个 什么那个节目上面 讲那些东西 真的是你讲的 大家听都觉得 哦很对很对 但是不会怎样啊 然后这个世界还是一样 地球还是继续赚 小孩子要变性 你去管人家变性 干什么 要堕胎 你去管人家堕胎 干什么 但是真的不一样 我说真的 这个工作 是我做的 钱最少的工作 嗯 然后 哦职位最高啊 对不对 我现在CEO啊 对不对 一共就杀人 你会拉到我 对对对 但是我每天工作的时候 我是非常快乐的 我每天自愿的去看新闻 我每天自愿的去写稿 然后我永远都做不完的事情 在这个事工里面 哎真的 对你想想看 就是很多事工 他们会不知道干什么 很多事工 他们说啊 我们这拍完了 我们接下来干嘛 我们这个project做完了 我们录成CD了 我们这样这样这样 那接下来要干嘛 然后很多的教会 还有很多的这个机构 在那边说说 啊我们的合场到底在哪里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我们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我们每天 呃这个录完了之后 我们写下一个新闻 然后这个新闻之后 我们再讨论下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跟呃 这个牧师讲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跟这个牧师讲 然后我每一天 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神的呼召就是这个样子 你会做得很开心 就算钱是 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 是非常失败的一个钱 但是你看到的是 你的成功 而且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像我们每次看到 寄信给我们的 就是说 我本来是变性人 呃我本来是想要去变性的人 然后呢我现在不去变性了 因为我看了你们节目 我本来是同性恋 但是我决定说 我不要再犯奸淫了 呃一个母亲说 我看你们节目 然后看到现在的这个 学校变成这个样子 我决定要home school 我决定要把孩子的教育 放在我的手中 然后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说我看到你们节目 我现在有方向 我要去大学里面 呃发光发热 我们要去做炎做光 我要去把这个世界 传给我的同学 你看到这些东西 是非常非常encouraging的 你其他的人看了就是 你你到底在干嘛 你不能换成钱的话 这全是废话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愿意每一天 花这样子的时间 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是呼召 这个是快乐 这个是幸福 这个是让你的生命 变得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对那而且我们看到 在末后的这个时代 就是不管这个留言的朋友 或者是很多说 不讲政治的这个牧师 或者是教会等等 看到说 哎 为什么要去搞这些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 就是神在现在 末后的这个时代 呼召起了一批这样的人 不仅仅是我们 很多教会 很多牧师 很多的基督徒 都承受了同样的呼召啊 他们一起都站起来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 用人的大脑 去想到的这个事情 就是哎 怎么 神怎么会做这个事情 神的确就是呼召了 这样一批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当你承受 这个呼召的时候 是不管多难 不管你怎么吃不起饭 或者是你面临多大的危险的时候 你都会要继续往下坐下去 这个就是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是一直在你心里 点燃那一把火 它是不会灭的啊 那我们认识的很多 这个参政的牧师 还有基督徒 也都是这样的 他们本来就可以过 很安逸的生活呀 对吧 就比如说像我们认识的 秦政国 就不说他多有钱了 就是人家个人生活 本来是可以过得非常非常好的 那个Mitch Clay嘛 自己开一个 那个通下水管道的公司 对吧 好几个分公司啊 还有这个 Rawo Ortiz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人呢 他们放弃了自己安逸的生活 因为神对他们有呼召 那他们就选择去顺服神的呼召 他们要承受很多的风险呢 比如说被威胁了 一听说这些人报名要去参选了 马上威胁电话就打来了 你不是怎么怎么地吗 而且还不是民主党的人 共和党的人 你不是怎么怎么地吗 而且这些人还冒着被暗杀的可能 但是他们要顺服圣灵 他们去参选 神要他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神 现在这个世代兴起 一批这样的人 有神的用意 我们最好不要去妄加批评 这些非常愿意讨论政治议题 或者是真的 动手开始去参与的这些 我们真的不要去妄加批评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 根本就没有付出到 他们付出的那个程度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们 Rawo Ortiz 对吧 参选这个加州议会的 众元的候选人 他也是一个被安利过的牧师 他收入来源就干嘛呢 他经营了一家雏虫的公司 就给人家雏虫子呀 不管你家是蟑螂蚂蚁什么玩意 他就给人家雏虫 他家里头有八个孩子 他老婆是全职家庭主妇 你能不能想到 他生活压力有多大 可想而知 你有两个小孩 对吧 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 都有多少个孩子 但他有八个孩子 你想想他生活压力有多大 但是呢 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 因为他同时还得确保 家庭有收入 所以他在竞选那段时间 他早上就起来非常早 他还是去人家家里 去除虫 去干活 然后干活了之后 再换上衣服 去参加竞选的活动 开车跑来跑去 跑很远 从大早上忙到大晚上 对吧 所以你说 大家有去帮个忙 都知道竞选 其实并不是一件 特别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需要开很远的车 需要准备演讲稿 而且对于基督徒的 这个竞选者呢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 一个要求 就是他一定要时刻 保持与神之间 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他们的脚 为了福音的缘故 而奔走 为了灵魂的合场 放弃了他们 舒适的生活 你说我们 能够指责他们吗 说你们 做这事不符合圣经 你们不合神的心意 你没有跟随圣灵 所以很多时候 再说就是 神的护照 是很多人呢 不能理解的 这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神做事 根本就不需要 我们任何一个人 去同意 他想要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被神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回应 护照的方式 就是完全顺服 圣灵的引导 哪怕别人不理解 哪怕别人指责辱骂 哪怕别人用自己 对圣经的理解 去指责 这些都不重要 而且这些事情 也都不应该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不要成为 随便去指责任何人 顺服圣灵护照的丈人 我们要顺服圣灵 要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就一定可以 结出 荣神一人的加果 让神的心 能够得到满足 然后分辨这个东西的方法 就是这些人的护照 是不是符合圣经 对 是不是符合真理 对对对 像说 有遇到一个人 他就说 我们都不要去教会 因为教会很糟糕 他说 这个是圣灵跟我说的话 那你这样就可以 很清楚地分辨 就是 这不是神的教导 对对对 很多时候 我们哪怕看到一些 教会或者牧师 他们其实对政治 没有什么感觉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人家在做人家的事情 神就护照说 有个老牧师 就护照说 你要去给穆斯林传乎烟 人家岁数老大了 人家就带着师母 就好几个国家 又飞 又讲道 又干嘛的人 就去做这个 那是圣灵给他们的护照 你说我们 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能谴责说 你为什么不讲政治 这神给每个人护照 就不一样嘛 那我们为啥 不去给穆斯林传乎烟呢 对不 这神没护照吗 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 神都有他自己的计划 他自己的安排 所以说真的 就是各位 透过圣经 然后透过圣灵 自己的护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当我们看到 就是说什么 不要参政啊 基督徒不要这样 那样子绝对是一个虚假的话 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 每一个都是政治的故事 每一个都是什么 他跟王怎样啊 他跟王的关系啊 他跟他爸的关系啊 然后又是宰相啊 又是什么 又是王 又是怎样怎样怎样 又王又王后的 什么什么的 然后各种国家的规定 等等等等 对对对 他每一个都是像韩剧一样 就是都是男主角女主角 那种没有那种 剧那一种 就是两个小职员在一起谈恋爱 那种东西 没有这回事 OK 所以说我们要当这个世界上的主角 我们要当这个世界上 为神掌握权力的一个人 所以说对我来说 去参政 然后还有在各个山头 然后你要怎么讲 去做言做光 然后去实践圣经的价值观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当然要 不仅为这些人祷告 而且我们要支持 那当然呢 我们的确要抛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教导 不管你听过哪一个有名的牧师 或者怎么样 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 而且要纯纯翠翠的去顺服圣灵 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爱 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 不要把银子埋在地里面 圣经也教导我们说 做一切的事都要像是为了主做的 所以基督徒非常有义务 要告诉人什么是罪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真理 有义务要告诉人们回来的福音 而且有义务 要在世界上发出神的亮光来照亮黑暗 我来这边加一个 就是基督徒 如果说我们不确定 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是谁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互相攻击 我觉得最蠢的事情 就是一天到晚福音派怎样 灵恩派怎样 你一定是灵恩派 你这个福音派 什么 多蠢的一件事情 然后两边一直在那边互相骂 然后外面的小孩在那边变性 然后同性恋 同婚通过 然后烂性 然后你家酒吧 现在变成一个gay bar 各方面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就一天到晚在那边 彼此攻击 然后不要参加政治 什么都不要光 我们只要回归圣经就好 然后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这会是你要的吗 那你说像基督徒里面 神的家里面 自己到处内斗 这是谁干的事 这一定就是撒旦干的事 你都无庸置疑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他是要拆散我们的力量 让基督的肢体没有办法连接 然后我们去在意一些 那个有的没的的那些事情 然后结果 撒旦就去把世界上的人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当然要抓紧时间 穿福音 而且是回改福音 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更应该对合一 就是unity 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我们的合一并不是说 我们的教派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合一 合一应该完全跨越教派 只要你是 对吧 三位一体真神 然后对真理的认知 是没有误解的 这样的教会的话 我们都应该跟他们一起合一 就像你讲的 我们要非常清楚 敌人是谁 敌人就是撒旦 那撒旦都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们就是要从那些方面 比如说他在毒害我们的小孩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小孩 而且要建立起我们的小孩 他在毒害青少年 那我们就要建立起青少年 而且让青少年去成为这样的精兵 去世界上作严发光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事情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 光是祷告 对吧 什么都不做 就像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 新一本在这边说 说我的弟兄们 人若说他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如果有弟兄或姐妹缺衣少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那有什么用呢 照样 如果只有信心 没有行为 这信心就是死的 所以我们的确要抛开各种各样的教导 我们要抛开 我们从世界被灌输的文化 我们要解开宗教灵的捆绑 而且真正的回到圣经里面 做跟随主的门徒 雅各书在这里说 说如果有弟兄姐妹缺衣少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啥也不给人家 圣经都说 那有什么用呢 我们看到青少年被学校灌输 去做变性手术 然后性化儿童 我们明明就知道 如果有更多挨主的基督徒 去竞选校董会的职位 就可以将这样的情况有很大改善 我们不去做 我们认为 这种行为是 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我们怎么跑到世界上去 跟世代争战了呢 对吧 所以我们只在嘴巴上说没事 放心吧 我为你祷告 你们家孩子变性了吗 我为你祷告 你放心啊 圣经都说了 这有什么用 什么也不做 有什么用 十七节这里说 只有信心 没有行为 这信心就是死的 十四节这里说 有信心 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信心能救他吗 所以我们活着 对吧 就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 不管是神创造那些生命 无缘无故的就在一个诊所里面被杀死了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充满着所有的色情淫乱的这些东西也好 我们做一切都要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 所以你说竞选公职 不管是校董会也好 大官小官 你在城市里的 在州的 或者在国家里面 你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自己的益处 我就离这地方远远的 谁愿意去接触那些东西 说实话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 像格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跟我们讲到说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所以禁止孩童变性 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关闭多胎诊所 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竞选公职这些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当基督徒就是要来帮助这个时代 就是要来改变这个时代 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信靠耶稣 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不然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 那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神有大能 我们的神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工 来改变这个时代 所以这边真的是呼吁所有的基督徒 呼吁所有这些不讲政治的这些教会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社区做一些改变 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圈 你们可以改变你整个社区 属灵的这个复兴可以从你们这个 或是从你们的家庭开始 这一切是可能的 这一切是神允许的 这就是神要带领的 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AI News想要带领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起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好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啊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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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